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大家要买这个精品名牌包呢 最好到精品店眼见为凭比较可靠 上网买名牌包却买到一肚子气 就是这位陈小姐 我就把它点选 然后用信用卡刷卡 结果没想到寄来的时候是 包装的乱七八糟 然后里面的东西也不对 为什么这么生气 看看她po上网路的照片 两万多元的名牌包摘配送到家 陈小姐说怎么会这样 你们是这么信用可靠的网站 是不是配合的厂商要慎选 因为我很确定这个包包是仿冒品 一层一层打开 才看到名牌包送来的时候 最外层是用两层皱巴巴的纸袋 第三层用玻璃塑胶袋 再看看这个不明吊牌 没有附上保证卡 陈小姐怀疑难道是买到仿冒品 然后她的logo 她的标签都不对 即便是真的 我也有权利七天之内退掉 那我就希望她来收 比较一下正版的尖杯包定价26800 陈小姐在网路上买的特价23800 便宜3000元 代价确实 网购有风险 名牌包业者说要买名牌包最好是到专柜或二手店当面交易 不建议在网路上购买 同时还要注意有没有附上序号 保证卡 完整盒装和原厂防尘袋 那她不晓得为什么会有别的标签 那其实只是应该她下面有很多的供应商 那供应商是跟别的精品店调货来卖给这位小姐 上网买名牌包以为知名百货的购物网比较有保障 没想到还是买出问题 陈小姐退货处理 直说以后买包还是要眼见违平 真顺 简正峰 王一超 卢林营 台中 桃园 采访报导